这里是森林覆盖率高达80% 在2016的中国生态环境第一线 清静的通气 醉人的山水 甜静的村庄 来到气园就仿佛走进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之中 这里是中国香菇城 是人工栽培香菇的发祥地 我们的香菇品质好 味道鲜 年产6000多吨 是中国香菇的领导品牌 热门企业香菇 做出来的菜都特别好吃 海门的高山田螺 高山红绿鱼 都是我最爱吃的美味 这里还是中国的狼桥之乡 自宋代曲 清源先后建造了230多座狼桥 至今县内仍保留着其中的清百座 清源的狼桥 记录着这里的每一段历史 狼桥也成为了清源的标志 清源是中国生态环境第一线 我们根据我们的生态环境第一线的最大优势 打造寻梦故乡 养生清源 通过我们的生态优势领先工程 生态产业的提速工程 故乡文化的传承工程 恒乡面貌的改造工程等等 其他工程使我们的徐梦故乡 养生清源 更具内涵 更有吸引力 快来清源洗洗肺 健康长寿活百岁 欢迎你到清源来 本期乡村大世界 将邀您走进中国生态环境第一线 浙江省清源县 漫步古兰桥 品尝食用军 绝绝让人留恋忘返 不惜死刑 你们干嘛呀 这是香菇吗 我也不相信 菇是没多少的 吃点白菜吧 曾经登上舍年初晚的卖菜大妈 变身香菇大妈 演绎不一样的孤乡风情 康荡长寿 陛下带来一框吧 深谈之间的香菇店主 为梦想高歌 让所有人都未知动容 还有老少两位乡村牛人 分别上演惊人的陀螺秀和肚皮公 简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就这个 他往肚子啪一吸 就烈了 更有一位神秘嘉宾突然现身 让全场观众嗨翻天 寻梦姑香 养生庆元 精彩内容 马上开演 天哪 五龙窝门见得多了 可这焦龙气孤 还真是同归见识啊 电视剧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见过吗 因为庆元县 素有中国香菇城的美誉 所以当地人突发奇奖 将香菇造型 带起龙珠来表演 并且整个五龙表演 全部由农家女子来完成 无动起来 七十毫满 别人的风格 是当地独自特色的 民间艺术形式之一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太高兴了 这么多大姐 都在这耍我一个人 你被这么多大姐耍 你还高兴啊 我叫富裕龙 他们耍龙 不是耍我吗 你就是龙啊 照你这么说 他们也在耍我 为什么 我属龙 咱们平常 咱们大家不舞龙的时候 主要做什么职业 都在家里的做木耳 还有做香菇 木耳山菇 这个舞龙是你们的业余爱好是吗 对对 除了这个舞龙之外 还干什么 跳舞啊 唱歌都 都挺好的 跳舞我们这里有个跳的角色舞 听了 很好 角色舞 让你们看一下 来掌声鼓励一下 看他刚才富裕龙越越欲试 看他这位农家妹子 貌目惊人 没想到这局势舞跳的 还真有点专业感 这块太多了 掌声鼓励 看他刚才富裕龙越越欲试 没有没有 我们应该要给他个机会 跟大姐学一学 好不好 不不 来来来 一起 一起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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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I like it lik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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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主持人感情怎么样 这局势舞可不是那么好学的呀 这局势舞可不是那么好学的呀 这是跳舞的 还有汇评 唱歌跳得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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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你唱什么歌 来一段 忐忑怎么样 忐忑 忐忑 哎呀 难度相当大呀 来 我感觉中间有一段你是不是被踩到了 跟大家报个料 我就教了他五天 你还真别说到哪儿你都说是人家师傅 人家唱的那个水平五天练成这样不错了 你要唱的不如人家 我跟你说你丢人丢大了 那个什么大姐往那边闪闪 我没有舞台我唱不了 这毛病还挺大 啊 唱功林娜的歌 首先 要拿出一种神经病的状态 然后 目中无人 目空一切 关键的时候可以对眼 可以疯癫 啊 那个 音响师 音响师 准备好了吗 音乐 没有这一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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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他同志 把他蹲起来 祖弟 我跟你说 你不唱出这种神经病的样来 这歌以后就不要说是我交给你 你就说什么意思 那掌声送给我们的这些 女子舞龙队的优秀的大姐 大妹子 好谢谢你们 咱们庆园 号称是中国第一生态县 大概两千多个县里面排第一名 当然了 大家先看看周边 这不是虚说大家看周边的环境 什么叫仙境 面对此情此景此人 我不由得施行大法 我的心脏多飞啊 评论一下评论一下 来预备走 不错了 来来来来 正式正式欢迎 掌声欢迎 破坏了我的视线 洗肺 不花钱 白洗 洗脚 用山泉 上游泡完脚 下游喝着甜 你有件上游戏下游喝水的吗 不错了 我一首这么好的诗 就让你们来破坏 不是 不是 你最后是有两句 还有两句 四句 五言绝句 来来来 继续 从头来 绝句 音乐 洗肺 不花钱 洗脚 用山泉 抚养离子 二十万啊 香菇 赚 美 圆 杏原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 地处浙敏良省交贵之地 县内山岭连绵 群风起伏 呈九山半水半分田之势 著名的百山祖国家级旅游风景区 便坐落其中 这里空气清新 景色宜人 拥有丰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 助养离子更是高达 每立方比米二十万个 因此 杏原也被誉为华东地区 最大的坚然养发 二零零五年 杏原县已高达82.4%的森林覆盖率 在全国两千多个县 市区中排名第一 荣获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的称号 优美的自然环境 成为了寖原人民的最大财富 寻梦呼香 养生清 这是用香菇拼出来的字 不说不知道 这个字真奇妙 我还以为是喷灰 这一个字最起码有五六斤香菇 咱自己吃二斤 咱卖二十斤 那咱就赚了 你俩得有什么呢 录完你就送我们 说完那我们自己找 然后这个 那是什么呀 中国最好吃的香菇 凭什么让你俩不劳而获就拿走 但不吃劳动知道吗 大家好几天了 把咱们香菇吃香 不得不吃的 不得不看的 不得玩的 发觉出来 还有奇人 牛人 这这这太巧了 我早来了 清元几天了 我到大街上转一转 很多香菇店 我去我去考察考察 你才怎么着 你心错要了 我都在我们这个清元的香菇店呢 都发现了我一个唐山老乡 拿我一金钱 这老乡 他不是一般人 唐山这人太能留的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一看呢 我说那啥 那啥是吧 什么啥 你都跟我去我们录像现场 想知道是谁吗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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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你都知道了 大家似乎都挺好的吧 这边来 咱俩是一伙的 咱俩一伯啊 我觉得富庸 弄虚作假 咋弄虚作假的 这谁不知道啊 上春晚了吗 对啊 一三年的春晚了 对不对 我大姐 卖菜大姐 卖菜大姐 卖菜大马 是不是 你到底是叫姐还是叫马 这个以前大姐 现在是大马 越长越年轻 为啥呢 就吃弦骨池的 吃弦骨池的 那你是动手队的 贿赂 找队员可以 不能跑老家 去往这划了人 你这什么意思 啥叫去老家呀 我是在咱们 清园这留的呢 到旁上了 这就叫小鱼 大姐是这么回事吗 是 你到这干嘛来了 我不竞卖菜呀 我现在多增加点产品呢 我都知道清园 这家的香菇 是最有名的 对 我都上这采购香菇来了 后来这个 我大姐都说了 说这地儿 没想到氧气是 这么重足 我干脆 我都在咱们清园这住了 我在开一个 卖菜的连锁店 安家了 我都是新清园人 你别说 咱们这卖菜大姐呢 如果到了咱们这来 对咱们清园的 香菇的这个销售 还真有好处 那是 只要对清园有好处的 我就同意 老老朋友们 表演可以 但是我要求你 不能唱平剧 河北唐山的 你唱平剧 你拿手了 对吧 你什么乐剧啊 护剧啊 你哪唱跟香菇有关的 有问题吗 那唱啥呀 你都随便唱 唱一段戏 唱一段戏 然后咱把那词改了 都改成香菇 那我唱两段 那个跟香菇有关的 我都给大伙唱 底诗那个 田上掉下个李妹妹 我把它改成香菇 你都说田上掉下个大香菇 田上掉下个大香菇事呢 你这大眼神 这田上掉下香菇 都砸一坑 他掉下来 那都是香菇家 什么香菇家 那我再唱两段戏吧 走 情愿这里它出香菇 鲜艳光泽 天中堕楼 成为那烟溪山中的 美味佳肴 深受欢迎 大家总也吃不够 哎 哎 还有点笑 早上来我还没唱完呢 还没唱完呢 那你接着来 嗯 嗯 孤星远正味儿春正 相吹相前有可口 增强面一礼 江康能长寿 陛下再来一框吧 我是觉得你这又是乐剧 又是情剧 怎么了 你缠和着一块 不太好 有本事啊 咋不好 你说咋不好 我跟你说你还不舒服 你还不舒服 我刚刚才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麦太太麻 他唱了一段串勺 串勺 他最拿手的你才是啥 时尚 就是芭蕾 还真被想到大姐 你还有这两下子 是我唱的那个芭蕾 芭蕾是唱的 芭蕾是唱的 芭蕾都是唱的 每天我给他唱芭蕾 我给大家唱一个芭蕾 那就唱 你就有点那个咕噜不把闻 那个常思思有首歌叫春天的芭蕾 就是 你有点最痒 我可以理解啊 我都给大家那会儿唱一首春天的芭蕾 合作的话 优优独播剧種1分集 通上舞优独播剧 当作山优独播剧 把春天雨来临 留下花点坠 雪地上的足迹是黄的消息 当年雪花飘洒这一口 我们的雪 心情意外 春天的梦梦 幸福的梦梦 春天的梦梦 我也找人 我跟你说 我找来这个人可厉害了 他叫夜熊 大家好 我叫夜熊 今年43岁的夜熊从小就患上了小儿麻痹症 这样的疾病也让夜熊的童年时光失去了其本该拥有的色彩与欢乐 小时候啊 家里很穷 时尚父母都带着哥哥姐姐呢 上班去采香果 而我只能在家里送给他们出去 等着他们回家 看着他们很辛苦的劳动 说实话 当时心里很内疚 也很难过 所以在心里按案发死 我开心香菇店来回报家里 很多年过去了 如今的夜熊早已成家立业 并在县里的医院做着财务工作 但是夜熊始终没有忘记那一个他自小就有的香菇誓言 于是夜熊便利用业余时间和朋友合作看了一家香菇店 圆了自己的香菇梦 与其他香菇店不同的是 夜熊的店里时常会传来优美的歌声 唱歌是夜熊最大的爱好 但由于自身的残疾 他无法去专业学校学习 便通过收音机 电视 互联网自学 也因此接生了很多和他有着同样遭遇的年轻人 今天夜熊和他的两个好兄弟一起来到这个舞台 会带来怎样的歌声呢 心情是自由自在 希望终点是爱情还 全力奔跑 梦在彼岸 我们想漫游世界 看奇迹就在眼前 等待夕阳 然红了天 肩并着肩 许下心愿 水风奔跑自由是方向 吹出泪和闪电的力量 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 即使在小的翻面能远航 水风飞翔有梦做翅膀 敢爱敢说勇敢闯一创 哪怕临见再大的风险 太大的浪 也会有默契的梦光 水风飞翔有梦做翅膀 水风飞翔有梦做翅膀 即使在小的风飞翔有梦做翅膀 感爱敢说勇敢闯一创 哪怕临见再大的风险 再大的浪 也会有默契的目光 好 好不好 在庆元真的发现他的时候 我就特别一种冲动 想把他介绍给大家 是因为说他们那种 想要腾飞的那种想法 比我们更强烈 你平常在工作什么 我平常在人民医院当会计 在医院当会计 人民医院会计 利用业余时间 对对对 开这样一个 开间小店铺吧 也是一种业余的 我觉得那他还真是 他会赚账啊 说不定那个卖菇卖的比别人好 对不对 其实很多现场的朋友 或电视线朋友 我估计还有一个共同的疑问 其实对你们是否是卖菇的歌 能唱得这么好 还是有一点疑问 对不对 你的意思是要考考他们 那当然了 我觉得咱们还是要现场考察一下 他的身份 后面有这么多菇 不是有那么多菇 你往桌子上指 你别指小姑娘 有那么多菇 分别介绍一下 这都是什么菇 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都知道 是什么呢 你写个名吧 献起啊 这边 这边 灰树花 这是灰树花是吗 灰色的灰 灰树花 这是什么菇 红菇 这红菇嘛 看来还真难不倒它 说实话 我这个怎么样 你这个不怎么样 又给大家普及了香菇的知识 有没有 大家认识很多的菇类 对啊 又唱歌唱得好 你弄一堆生的这也没品尝 谁吃什么味啊 你的意思说要能吃点 你得品一品啊 不是 这不再刁难人们了 你让我吃饱了 我就不多说话了 菇老师 你觉得非要吃吗 那个 我跟你说富裕龙 你怎么说出了我的心声呢 你怎么也确实好吃 他这对香菇 对啊 上菜 真有啊 真有真有 想得很周到啊 对 我发现你是不是早有准备啊 当然现做来得及吗 我还不了解你们 这是真的吗 你们除了吃就吃 谁说的 我怎么就不信它是真的呢 我也不信它 拿下 我就不相信它是真的 我也不相信它 你们干嘛呀 这是香菇吗 我也不相信 菇是没多少了 吃点白菜吧 也不是我说你 这么多朋友 你也不多带几盘 带给我 挺老贵的 这到这么吃 大家一人吃一块 就受不了 我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 白水煮香菇 白水煮香菇 就是把很简单的把香菇 放到白水里煮 放点盐 对 如果香菇的味道不够纯正的话 绝对是不敢这么做的 嗯 我发现底下还有啊 对啊 对这也是我们准备的 这也可以喝吗 你们每个人先挑一样吧 每人挑一样 对 是不是有带毒的 有 那你先来 这个是 你的意思是要考验一下 对 每人挑一个 看你挑到的是能不能毒死你的 对 蘑菇是越挑越越毒 所以挑越难看的越好 我有经验 那你挑吧 你先来 我挑这个 保证没有毒 就汤了 那我挑这个 我挑这个 好了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基本上和体型是蛮像的 恭喜你 嗯 这个是味道最好的 朋友们 社长 这个叫什么锅啊 这个 皇帝牛甘菌 牛甘菌 我这个 我这个 这个 这个也好吃 这个也好吃 也好吃是吧 对 我这个呢 我这个是不是营养丰富的 中毒了 你答对了 啊 这是条燕鹅高军 这是有毒的 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也应该是有毒的 对对对 这个 这个是很毒的啊 就是像毒蛇一样 有它长的 最毒是这个 最毒的就是 它有个外号 叫做致命小杀手 致命小杀手 致命小杀手 对 这个最毒的 我觉得 这是叶熊送给我们的 一个份礼物 就来到了菇乡 你可不能随便 采什么菇就乱吃 切记切记啊 想不到小小的军类 居然还有这么多门道 这是让人大开眼界呀 不过到底青年香菇 为什么这么好吃呢 这还得从头说起呀 话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青年 这个小山村里 住了一个 美丽善良大方的姑娘 这个姑娘 她就叫 刘湘迅 这个姑娘的美丽啊 也给她惹来的货 就是被当地的 一个兔才人 给香弄了 哎 娘子 你这是干什么呢 我的事情要你管 还不可以拿着 来来来来来 干嘛呀 还替你拿着 你干活干活 你这手都干粗了 哎呀 挺有个性啊 咦 给人那一个 要不 急凭你那一个 不是 你干嘛呀 你干嘛 干嘛急回去干嘛 这样 你跟我回家 做我的第六房小妾 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穿零楼头的 有香气的融化富贵 嘿 谁想你臭钱 去哪儿 你敬酒不吃 你吃法酒是吧 来 给我杀回去 你 你是个废物 还不快追 是 你给我杀我 站住 快追 快追 你给我打住 你赶住 别 triste 你别管我追 哎,把他给我追回来 跑到这个森林里的乡讯 终于体力不知 就晕倒 这个时候呢 正好有一个叫 吴三的乔夫 孤国的路 一次他发现了将军 他就把乡讯救了起来 报回到自己家中 这在呢 姑娘 你不要紧张 我在山里砍缠的时候 发现你晕倒在山里 我就把你救了回来 多谢救大哥的救命之恩 姑娘 你为什么一个人 晕倒在山里里 我被一个财主看中了 他要强大我为妾 我不肯便跑了出来 怕一时是回不去了 姑娘 休要担心 你在这里好好静养 日后再就打算 多谢儿女 那么从这天起啊 这个湘区就经常和吴三 一起上山去砍台 同时啊 还帮助吴三照料他的日常生活 这个吴三小伙子的 存不和善良 被湘区都看在了眼里 那么两个人呢 日久生情啊 就在这个山林中结为了夫妻 过上了幸福安宁的生活 所以有一天啊 这两个人要到山林中旅游啊 突然 这个就发现了一组东西 吴郎 你快来看看 这是什么呀 哎 这个我也没见过 他的样子 像一山一样 摸起来很柔软 不知可不可以吃呢 哎 要不然咱们把它踩下来 拿到家里边烹煮一下 不就知道能不能吃了吗 嗯 好呀 这两人就把这山庄的植物给带回家了 没想到啊 用这一煮 那汤味道鲜美 特别好吃 不太了 从此以后 他俩就以这植物为师了 有一天 吴三香山坎坎 把香绪独自留在家中 找了家务 哈哈哈哈 怎么是你妈 哎呀 好你这小女子啊 找得我好心 哈哈 我看你今儿忘了 你 我停 你跟着我干嘛呀 追他去呀 哎 是就是 快快快 胡郎 救命啊 姐 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如今 我也有了相公 你们为何还要这样苦苦相逼呢 我跟你说 只要是我想得到的东西 从来没有吃手过 我今天非要把你取回家不可 哈哈 我告诉你们 要是再这样逼我 我就从这悬崖跳下去 你吓我谁呢 啊 放着好好的荣华富贵 你不想做啊 你想谁死啊 来啊 有胆子你从这客户去 相公 我们来世再做夫妻吧 我们来世再做夫妻吧 回到家中的这个吴三啊 从其他人的口中 得知了湘军的死讯 他是北风万分 仰天长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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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后 这吴三就时常来到山崖家 为了发泄情绪 一边拉出 一边乱砍出 一年过去了 这吴三发现 这树上砍的伤害越多 长出的散众植物 也越多 经过他长期无限的 努力和研究啊 最后他发明了一整套的 塞肥基 为了纪念夫妻两个人的感情 这个吴三啊 就把这种植物取入为香菌 就是人们现在说的香菇 这是最早人工栽培香菇技术的由来 了解了庆元香菇的由来之后 让我们回到联欢现场 看看又会有什么精彩内容吧 咱来个游戏比赛 哎呦好啊 怎么样 好 这个游戏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 名字叫几眉弄眼 韵香菇 哦韵香菇啊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从脑门这儿 通过你的五官的运动 然后把它运到你的嘴里 哎就不能掉下啊 只要 只要掉下 什么叫吃货呀朋友们 就这个意思啊 两男两女接力比赛 两边的队长 你们各自回去挑选四名队员 好 准备好了吗 来 三 二 一 停 几眉弄眼 几眉弄眼 掉了 重来重来 五官的重啊 五官重哎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千万不要以为 这些香菇是生的 这可都是 精心烘烤制作出来的 美味香菇片 味道 那是相当的不错呀 以后有机会来庆元 记得品尝一下哦 小伙子 你这哪里是几眉弄眼啊 这分明是摇头晃脑嘛 姑娘加油 打工即将告成了 哎呀 就差一点点了 用肌肉 用肌肉 用脸部的肌肉不要晃 大声的眼一下 伸着后仰 伸着后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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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缸队已经有艺人吃下去了 你动眼睛 几眉动眼 几眉动眼 整个脸都要动 小霍姿 女黄东嘴又有什么用的 香菇根本还没下来呢 好 换人 已经换到第四个了 富与龙这边还没有一个人 吃到了这个菇 喂 你的表情意实在太丰富了吧 好样的 好样的富与龙这边这女孩终于 有一个吃到嘴里了 这女孩你看人家舞观众的多好 你看人家舞 挤没弄得挤得多好 好 怎么站在脸上不下来了呢 你们队还有意思吗 你看人家都完成半天了 好 我是莫 刘刚队 获胜 好 宋翔平 北西微妙的车谋 先给两位女士兜风 带着老公去兜风 每人车谋一个多好的汽车 两位男士呢 这是由安徽省霍山县鸟与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提供的东赶茶油 每人一份 希望你们做一个好丈夫 我接下来推荐的这一位 那也是在当地很厉害的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一说出来就吓死你 什么名字 无敌 前伙儿 这是哪方面无敌 他功夫非常无敌 他原来是司机 开车的 因为当地是竹制品的基地 尤其是那个 不至焦合版 杭州湾大桥 我听说个这个事 杭州湾大桥 上海红桥枢纽 还有海南的防天发射基地 都用到这里的 所以跑长途 他就练就了一副肚皮功 跑长途跟肚皮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经常 就是你开大货车 然后你经常会有些累 你就用肚子抵住方向盘 睡着了 你的肚子行 它没有肚子 所以它练过 它可以鼓起来 可以鼓很大 来 回去 鼓出来 回去 这是蛤蟆呀 就练蛤蟆功 那现在要表演什么呢 先给你吸个碗 你看看那个吸碗的力量 好不好 今天下雨 有水 吸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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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拉拉试试 我要把你蹲坏了 可不赖我 有本事你把它蹲下来 我跟你讲 贵楼还不是我嘚瑟 今天在这里 谁要是能这样把它拽下来 有奖 八百万 像素的那个手机一个 飞 来 帅哥 八百万 像素的手机 再来 不服吧 再来 我感觉就好像练过武术是吧 没有练过武术 我就喜欢平时在家里锻炼一下身体 好 谢谢两位勇士 现在可以让他下来吗 怎么下来 一 哇 大家看他都 大家看 八卦 厉害吗 我跟你说 他可以把碗给吸裂 吹 你是吹裂的吧 什么叫吹裂 吹你吹裂 给我看 你把吹裂给我看看 来 拿道具 就这个 他往动了 啪一吸 就裂了 是他裂了 是盆裂了 盆裂了 啪裂了 我还以为一吸啪啪裂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刘刚 刘刚竟选一些很奇怪的人 开玩笑 哎哟 哇 里边好像有个 怎么样 哎呀 要是若非亲眼所见 靠肚皮的这样一种张力咔 就可以把一个小盆 大家看到啊 直接吸破 哎 你有没有做过试验 比方说一分钟能够吸多少个 这个没有 今天我想挑战一下 一分钟 好 我们来看看 吴婷一分钟到底能吸碎多少个塑料盆 咱们来展现一下 好吗 来掌声鼓励一下 加油 计时 开始 一个 好 好 哎呀 好三个了 这个 吸上之后靠 迅速的张力 五个 还剩二十秒 六个 我听到响了就已经裂了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好 小伙子 一分钟吸碎了八个塑料盆 这我觉得都不算牛 你吸塑料盆 它不结实啊 牛本是你吸不油缸的 我说错了吗 不油缸的 你把它踩破试着看 你不是无敌吗 你把它踩变形 你试着看不油缸的 你 不是无敌吗 你能把这个 把这不油缸盆用肚皮吸变形了 我跟你说 刘刚就给你跪下 谁让我给他跪下 是你出的难题 小伙子 你要是 玩不成这个 没关系 没人怨你 电视机器的观众 也不会觉得你 这个不敢接受挑战 接下来 我就要为 刘老师针口戏 好好 这个还是蛮有难度的 因为这 小伙子表现我们已经非常满意了 我不满意 我在我们乡村大世界的舞台上 何方牛人我没见过 他这个不算什么本事 我们曾经请过一个叫周鹏腾的 玩肚皮洗碗的绝技 人间的肚皮和他的肚皮有着本质的区别 人间的肚皮能能碰把气球吹爆 你有本事他不吹气球 你吹着轮胎我看看 今天我就让我的肚皮挑战一下你的嘴 你又嘴唇我又肚腿吹 看谁快 这会儿你要输了你就心服口服 我吹 上轮胎 好 史上别开生命从前没有过的 肚皮对嘴唇吹轮胎的比赛 现在开始 天呐 肚皮吹轮胎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们见过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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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已经下气以来 对于吴迪的发挥来讲 是不是会有影响呢 到底他能不能战胜风绿龙呢 加油 大家看啊 这小伙子通过他肚皮的这种蠕动 中间有个小空间 有点像打气筒 吸点气 然后通过肚皮的这个气球的爆发力 动了 我先让他十分钟 不行了 你就说你想先十分钟吧 肚皮龙要知道你和吴迪的这场比拼 可是占了太大的便宜啊 你要是还能输掉 那可真是没脸见人啊 加油 吴迪加油 吴迪加油 大家看这个轮胎越来越鼓 怎么样 吴迪龙是不是不行了呀 现场的雨越下越大 而吴迪面前的轮胎也是越吹越鼓 大家说 谁胜了 没想到一位貌不惊人的货车司机竟能有如此超妞的绝技 吴迪龙你是不是数得心服口服呢 这个玩家我觉得特别特别一般 吴迪龙你可不要嘴硬啊 难道你有牛人要推荐吗 我前两天我遇到一位大哥 他也是一个卡车司机 不可能 这么少 周边卡车司机都被我堆完了 你知道我是从哪找来的吗 从哪 他是从海上开着车过来的 早到台湾过来的 师父 开车上啊 哇 你师父这卡车好大呀 这就是我师父 他会什么呀 我师父他会的这项绝技的英文名字叫 打 那个中文名字叫 中文名字叫 打陀螺 你不都一样吗 打陀螺 对 打陀螺是咱谁都喜欢 我们过年纪过节在冰了就打陀螺 谁都会呀 你们那是小巫见大巫 今天你就见到大巫了 就是我师父 师父 您给他们露两手 得把他们震住 好吧 好 我师父将给大家表演的第一个独门绝技 是天女 散娜 第二个 我师父给大家表演的事 永贯 下雨啊 雨天的 要滑 永贯三斤 大家看一个底座 一个比一个小 好 现在已经永贯两军了 好 最后一个 陀螺还能出去再回来 出去再回来 俗话说 徒弟领进门 师父修行 带个人 什么话 徒弟领进门 哎呦 怎么样 永贯三斤 还要把他挺起来 现场的雨越下越大 林师父的陀螺绝技 也是越来越难 真是不看不知道 乡村 真奇妙啊 接下来我师父将给他表演 他的第三个独门 学系 罗中罗 什么叫罗中罗呢 今天下雨 无疑 给林师父的表演 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没关系 哇 挑战成功 哇 这位亲眼所见 实难相信 还有什么 天理姻缘 一切天 天理姻缘 一切天开始了 哇 哇 嗨 太漂亮了 雨还在下 但是我们的斗志更加旺盛 因为这位来自宝岛台湾的林先生 让我们大开眼界 让我看到了 什么叫做千里姻缘 一线天 我师父 你师父还有什么样的表演吗 我对你师父很厉害 当然 很厉害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个都是小活 你知道吗 这小技巧 这还小技巧 这不够震撼 你知道吗 这根一朵 那个胖一接 这个一朵 行 我找一个体积比你还大的 下一下你好不好 不可能 师父告诉他 咱们来一个独门绝技 好 我们来一个 史上最大科的大头颅 多大呢 来 抬将 上来 抬上来 好 四位壮汉 好 他们班上的 哎呀 有八十公斤 八十公斤啊 哦 师父 徒儿还不知道您体重多少 六十二公斤 六十二公斤 一个体重六十二公斤的人要聚集八十公斤的驼锣 玩 耍 怎么玩呢 来 我们拭目以待 太漂亮了 天呐 重达八十公斤的大头颅 竟然靠林师傅一人就打了起来 这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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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他往你的滚 好 好 挑战成功 小心 小心 您平时怎么练这个 平时啊都要练一些一些特殊的 一手抓六块砖块 哎呦 哎 是练手的抓力是不是 抓力 那给我们展现一下呢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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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来来来抓块 一只手怎么抓六块砖啊 真的 那就必须手的 这种这种力量 下雨很滑 下雨很滑 而且砖的已经湿了 哇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我能试一下吗 哎呀 我觉得会 我们毕老师呢 曾经单手抓过五十块砖 他单手推过 推车 好 手都分不开 三 二 一 好 当中欢送 林师傅 谢谢师傅 你觉得我俩斗来斗去 有意思吗 每次都是被人家利用 斗斗斗斗 斗到最后 欲望相争 欲望得利 那提过什么呢 我和刘刚 我们从开头一直 这个我们俩 对抗到现在了 对 有些人 有些人站在中间 嘚不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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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看乐 就会动嘴皮子 就会看笑话 就会挑拨理解 有什么本事啊 言外之意就是说 你们俩觉得你们俩很有功 拿来的节目很精彩 当然 我这就不行 对啊 我接受你们俩的挑战 我来推荐一个节目 对啊 你俩站稳了 因为即将出场的这位朋友 他是一位国际巨星 无计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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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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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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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